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這一集要教的是指數率 因為接下來會用指數率去學科學記號的知識 那翻開各位的筆記本 因為 教學的需要 所以我換了一本 我也的 因為我的筆比較粗 那我們在筆記本上面寫下指數率 那首先來介紹一下什麼叫做指數 其實這個我們前面有提到過 也許有些人國小有接觸過了 這個如果三個a乘在一起的話 那麼它是 a的三次 如果四個a乘在一起的話 那麼它是a的四次 所以我們上一次做那個數字表的時候 已經用到類似的觀念了 那這個時候呢 上面這個3我們就稱為指數 這就是指數率這個名詞的由來 下面這個a呢 我們就稱為 底數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a的三次 它的底數是a 指數是3 這樣子 那指數率是 使用次方來進行預算的時候會發現的一些規律 第一個是 a的n次 也就是它其實是n個a相乘 乘上a的m次 那樣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舉一個實例來看看 如果我由 三個2 去乘上兩個2 3個2乘上兩個2 那這樣是2乘2乘2乘 2乘2 對不對 2的5次 是 這樣數一數就5個2嘛 對不對 2的5次 32 84 32 2的5次 32 所以呢 你在這樣子的體驗裡就會發現 a的n次乘上a的m次 就是a的n 加m次 那我在這裡又要再提醒一次 就是 我們在學這樣的數學知識的時候 不要把它當成唐式三白手 再背 a的n次加a的m次是a的n加m次 不是這樣子 而是你就 去體驗它嘛 現在我跟妳講 那妳有懂了 對不對 那妳懂了之後呢 妳就常常接觸它 於是妳就會體驗它 體驗它之後 妳就 熟了 妳就會自然而然記得 那就像我上次說的這個 親戚朋友的例子 我爸爸的 我爸爸的姊妹就是姑姑 我姑姑的 老公就是 故障 這種東西 不需要用背的 因為妳就是一直在接觸它 接觸久了 妳就會 記得 如果妳就有一個故障的話 好 所以我們要讓自己 這個多練習 而不是說要用一直背 一直背 那 除了這個指數率之外呢 我們剛剛是乘的 如果我是除的呢 A的N次除 A的M次 是什麼呢 用除的其實就等於是分數囉 是不是 那這樣會是多少呢 比如說這個 這個 A的5次除A的3次 A乘A乘A乘A a 的 n 次除 a 的 m 次是 a 的 n 减 m 次 如果我们刚才这个情形是我们的底数都是 a 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底数相同的话 我们讲乘的时候,底数相同的话指数会相加 那如果底数不同呢? 底数不同,通常如果它指数也不同就没有什么特色了 所以底数不同但是指数相同的话 比如说 a 的 n 次乘上 b 的 n 次 那我们举一个实例来看看 像是这个 2 的 2 次乘上 3 的 2 次 那它是 2 乘 2 乘 3 乘 3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把一个 2 一个 3 当一组 另一个 2 另一个 3 当一组 你就会发现它是 6 乘 6 所以它是 6 就是 2 乘 3 也就是说它有两组 2 乘 3 乘在一起 它是 36 9 是 36 6 6 36 6 36 所以 这个 a 的 n 次乘 b 的 n 次 相乘的时候是 理数相乘 可以吗? 好 那 还是这句话 不用去背这个口诀 但是你要知道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 所以 如果今天我用 a 的 n 次 去除 a 的 n 次 这样除出来是什么样? 也就是这个 比如说 5 的 3 次 5 的 3 次 5 的 3 次是什么? 125 分之 5 的 3 次 就 5 的 3 次 除 5 的 3 次 对不对? 那除完了之后呢 就会整个约掉 变 1 是不是? 我知道是 1 你也知道是 1 不过我们刚才这里有提到指数率的话 它其实算起来应该是 a 的 n 减 n 次 对不对? 用除的时候 两个要对减 那 这样子是 a 的 0 次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 1 所以 a 的 0 次 就是 1 然后我们回来 在一开始 我们说明这个 次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 三个相乘就是 a 的 3 次 四个 a 相乘就是 a 的 4 次 那 a 的 0 次的时候 岂不是没有 a 相乘吗? 对不对? 所以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说明起来合理一点 所以 你们去把那个课本上的定义 对于次方的定义呢 它会把它乘一个 1 在前面 也就是说 没有 0 去乘的时候 至少都还有这么一个 1 好 那这个是我们 a 的 0 次就是 1 好 那么 再来 a 的分次 a 的 n 次分之 1 也就是 1 除 1 a 的 n 次 那根据指数率呢 我们已经知道 1 是 0 次了 所以它是 a 的 0 次 除 a 的 n 次 所以是 a 的 0 次 那么它应该是 a 的 负 n 次 可以吗? 所以 在这个次方里面 看到负的 它不是 负个 a 相乘 这样是多少 其实不是这样子 它 如果是负的话呢 就是跑去分母 或者你也可以说 这个 除了 因为乘嘛 因为乘嘛 我们指数是乘的嘛 所以负的话 你看像这个减 就是用除的 所以它是 0 次的时候 去减了 n 个 a 减了 n 个 a 这样子 所以它是 a 的 n 次分之 1 就是 a 的 负 n 次 那我们学指数率的时候 你一定要 除了顺着看的 你能够理解之外 你要能够倒回来用 所以我刚才有讲 你要整个很熟啊 而且你不能只是 老师跟你说 这个公式不一定要背 可是 也不代表说 你可以用这个当理由说 所以 其实这个指数率 我都没有在记 那问题是 你要用的时候 你要拿得出来 你要用的时候 你要能够 把指数率拿出来用 因为你要很熟 所以 你要能够知道说 a 的 n 加 m 次 会是 a 的 n 次 乘 a 的 m 次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2 的 5 次 2 的 5 次 2 的 5 次 它是 a 的 n 加 m 次 如果把 5 次 为是 4 加 1 所以 2 的 5 次 其实是 2 的 4 次乘 2 的 1 次 它也可以说是 2 的 3 次乘 2 的 2 次 3 2 是 16 次 2 也是 8 次 对不对 那要能够 顺着想也可以 倒着想也可以 如果你已经很熟了 那 的确你不需要被指数率 可是 如果你没有很熟 你就一定要让自己去 让它熟悉 不可以拿老师说 指数率不用背 当理由 然后想说 我知道啊 我懂啊 这样就算了 我们等一下会看题目 你一定要能够很顺利的 用指数率来解题 这样才算是够熟 这个 a 的 n 次分之1 是负的 a 的 负 n 次 所以 a 的负 n 次就是 a 的 n 次分之1 这件事情 记起来 那我们再教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a 的 n 次的 m 次 a 的 n 次的 m 次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 3 的平方的平方 那是 9 的平方 81嘛 它是变成几个三相乘 是 3 乘 3 这样子的东西 要有两组 乘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总共有几个 3 你原本两个 然后又要两组 所以是 2 乘 2 有 4 个 3 相乘 所以如果今天是 2 的 3 次 的平方 那是 8 的平方 是 64 它是 2 乘 2 乘 2 然后 2 乘 2 乘 2 乘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有几个 6 有几个 2 有几个 2 6 个 2 所以 a 的 n 次 m 次呢 它是 a 的 n 乘 m 次 这个记起来 好 最后我们来推导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我们刚才说 a 的 n 次分之一的话 是 a 的 负 n 次 那如果是 a 分之一 这个 n 就是 1 所以 a 分之一就是 1 去除以 a 的 1 次 所以是 a 的 负 1 次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 a 分之 1 的 n 次呢 那根据指数率 它是 a 的 负 1 次 的 n 次 那我们刚刚这里讲的 它变成是 负 1 乘 n 次 a 的 负 n 次 所以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 a 的 n 次分之一是 a 的 负 n 次 而且就是 a 分之一的 n 次 可以吗 这个不难想象 再来看实例 比如说 2 分之 1 的 3 次 那它是 2 分之 1 乘 2 分之 1 乘 2 分之 1 所以是 1 分之 1 所以是 2 的 3 次分之 1 对不对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就是指数率 我们最后一步 就是来整理刚才所少讲的一些 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a 的 n 次 除 a 的 m 次 我们说它是 n 减 m 我们在举例的时候是说 比如说这个 3 次分之 1 次 所以是 5 减 32 那我们想过如果 m 比 n 大呢 所以比如说这个 5 的 5 次分之 5 的 3 次 那一样还是减 所以根据指数率它是 5 的 3 减 5 次 那你想想看我们刚才示范的时候 这个指数率就等于是约分 所以你把上面有 3 次 下面有 5 次 你去约 结果不够约 不够约会怎么样 在底下还留两个吗 对不对 所以就算是 那个 m 比 n 大 就是分母比分子大 这个指数率还是适用的 这是这一点提醒一下 好 再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如果是乘的时候 底数相乘 指数相加 底数相同的话 指数会相加 如果是指数相同的话 底数会相乘 那如果指数跟底数都相同呢 我来看一个 4 2 的 3 次乘 2 的 3 次 我们就想它的底数相同 所以指数是不是相加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想说它指数相同的话 那我的底数要相乘 那变成 2 乘 2 的 3 次 所以 这样是 2 的平方的 3 次 还是 2 的 6 次 所以还是一样 好 介绍完指数率 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 要补充给大家 所以请大家再翻看几本 其实这个 不属于这个 国中的哪一个章节的知识 有一些会在数线这边就交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交 相信如果是全身的话 那应该已经知道 什么是相反数 什么是相反数 相反数的话 就是如果 5 的相反数 就是-5 如果-3 的相反数 就是 3 那在这里呢 我就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才也有提到的 没有错 我们对于知识呢 是要完全的了解就好 不用去背公私事 没有错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让自己 停留在寒寒乎乎的认识 因为这样子 你会没有办法 拿这个知识出来用 或拿它出来学习更深的知识 那比如说像相反数好了 如果我只是问你这个 如果我问你相反数是什么 你只答得出来 如果是 5 的相反数的话 就是-5 这样子 那你在题目里面看到 说 A 是 B 的相反数的时候 你就会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题目 透过这句话 想要透露你什么讯息 所以我们来明确的整理一下 有关相反数 它代表的意思 第一个 我们刚才说 如果是 5 的话就是 5 代表如果原本是什么数字 就是-5 的那个数字 如果原本是-3 就会变成正的3 对不对 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影片 已经说明了 正负号变换呢 其实是乘一个-1 所以其实这个 如果 A B 是相反数 那 B 是-A 可以吗 好 B 是-A 第二 所以它的第一个是它的正负号给倒 所以如果 A B 乘相反数的话 不管 A B 哪一个是正的 就算 B 是负的 那 如果 A 是正的 那 B 就是负的 B 是负的 如果 A 是负的 那 B 在负的再乘上一个负的 就会变正的 所以 总而言之 A B 是相反数 B 就是负 A 当然你也可以写 A 等于负 B 可以 第二个 如果它是相反数的话呢 它就会这个 合 为 0 也就是 A 加 B 等于 0 对吗 一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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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 如果它是相反数的话 那么它的 绝对值其实一样 但是差一个符号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 差一个负号的话呢 这个 A 会等于负 B 那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描述 A B 是相反数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单纯只是要跟你说 A 和 B 有一个是正的 另外一个是负的 因为 绝对 A 它们两个绝对值一样 我在这里已经讲了 所以我剩下要讲的就是说 它们两个有一个正的 另外一个是负的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讲呢 在数学上面我们会这么说 A 乘以 B 会小于 0 那我们在后面补助一下 A B 两个会一号 A B 两个一个正一个负嘛 那乘起来就会是负的 或者这个 A 是负的 B 是整的 乘起来是负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整理 因为这样子就会跑出一条方程式 那我们就可以用来解 A 或 B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所以当题目跟你说有两个数是相反数的时候 它希望你捕捉到这个关联 而不是含含糊糊的 所以一个如果是三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补三 不是这样子 它希望你明确的捕捉到它们两个相加是等 这个是相反数 那我们在这里才来教相反数的原因 是因为要顺便学这个导数 那什么是导数 导数顾名思义是颠倒的数 如果在国小可能也有学过 比如说这个三分之二的导数就是二分之三 这样子颠倒下来 可以吗 那根据这个颠倒的这件事情呢 所以一样道理 我们导数也不可以就是 含含糊糊的记得说 反正就是上下会颠倒嘛 不是不能只是这样子 所以导数呢 我们要很明确的学习 如果 A 是 B 的导数 那 B 也会是 A 的导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B 是 A 分之一 B 是 A 分之一 导数的话就是用一去除它 对不对 A 分之一就是一去除 A 所以一去除三分之二的话 就是一去乘二分之三 对不对 就变成二分之三 所以这个就是导数 那我们刚才学过指数率了 所以这个 B 会等于 A 分之一 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是 A 的负义称 对不对 那复注一下 在底下复注一下 所以其实 A 也可以视为是 B 的分之一 导数跟相反数都是对称的 A 是 B 的导数 B 就是 A 的导数 A 是 B 的相反数 B 的相反数 跟上面这个有点类似 我们第一个都是说明它们的特色 第二个说明它们在运算上面的一个特殊的结果 所以第二个特征是 它们的 G 会是 1 什么是 G 就是两个数相乘 也就是来在后面写 A 乘以 B 的名字 可以吗 所以 G 是 1 就是如果来我们看这个 二分之三如果乘上三分之二 那乘起来就会全部约掉 所以它的 G 会是 1 那这个是导数 所以我们学相反数和导数 就是你要很明确的知道 相反数的话 所以它的核是 0 导数的话 所以它的 G 是 1 那这样子才是有明确的 有正确的学习这件事情 不能让自己只是含含糊糊的 导数啊 导数我知道啊 就是颠倒过来啊 不是这样子 这样的话学习就不够好 这样的学习不够好 最后都补充一件事情 刚刚上面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如果我们要描述 A 跟 B 一号 也就是它们两个有一个正 有一个就负的话呢 我们就说 AB 小于 0 也就是 AB 一号 那如果我要描述 A 跟 B 同号呢 也就是说 如果 A 是正的 B 就是正的 A 是负的话 B 也是负的 那就写 A 乘以 B 的话会大于 0 那这样就是恐怕 可以吗 好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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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